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研究船派在台灣的高雄港幾天 做很多研究工作 引來有很多反應 熟悉軍事的台灣研究人員說 研究船來台灣高雄拍攝這麼久的時間 有些都不簡單 應該不是純粹學術研究 而是做一些所謂水文測試 搜集水文資料 包括風浪 海水的研究等等 目的是什麼呢 目的是為下個月 即11月快要來 美國在台海 南海的軍事演習 做資料搜集的功夫 沒多久爭議或懷疑 隨著船離開了 高雄港大家不再說了 但他帶了什麼資料回去呢 當然是屬於軍事機密不會公佈的 這件事慢慢沉積下來之後 昨天也發生了一件事 美國證實了 有兩隻美國的艦艦 美國的軍艦 在10月22日 在台灣南部的俄亂臂 最南部的海域 由南向北 航經台灣海峽後 台灣國防部公佈了這個消息 美國的軍方也在同一天說 是有這樣的事 而且這個經過就叫做 勵行經過 勵行經過 跟所謂的航行自由有些不同 航行自由似乎是 這個水域是國際水域 我有權在這裡走 勵行經過似乎是 有目的地要經過這個地方 這兩艘船 第一艘是美國海軍的科蒂斯威爾帕號 第二艘是安提坦號 按照美國國防部發言人說 按照國際法例是經過台灣海峽 兩艘艦經過台灣海峽 顯示美國對印太地區自由開放的承諾 美國國防部發言人說 國防部長繼續在任何國際法所允許的地方 飛行 航行 以及運作 這艘船其實是什麼船 其實 其中一艘是導彈驅逐艦 另一艘是加級導彈巡洋艦 也有宙斯盾的戰鬥系統 我不是軍事專家 留下軍事專家去解說這兩艘艦 戰略的意義是什麼 大家知道 經過台灣海峽 有一個不明文的規定 海峽兩岸 以中間線來劃解 各自的艦艇不會越過中間線 但現在隨著 台灣和大陸關係越來越好 從國民黨開始 兩岸的交流 很多時候都會經過台灣海峽 不像以前 炮戰的年代 你過來我就會敗你 但是 無論如何 無論關係多好 外國的船艦 尤其是美國的軍艦經過台灣海峽 始終是一件非常敏感的事 這個 巡經台灣海峽 以前不是沒有發生過 中國也有飛機環島飛行 拍照出來 其實是威嚇台灣 美國也會經過台灣海峽 台灣海峽其實在美國眼中 屬於國際海域 但是中國 對於美軍海峽是很敏感的 以前途經台灣海峽 大概一年一次 中國當然也會吵 但是無可奈何 國際關係就是強權關係 那就一聲吞了 今年 經過台灣海峽的行程頻繁了很多 對上一次 只不過是幾個月前 是七月 也有兩艘驅逐艦 是經過台灣海峽 諷刺的地方就是 這是很典型的特朗普的施政風格 剛好 上星期 美國的國防部長 馬蒂斯 和中國的國防部長魏鳳和 才在新加坡見面 在東盟的防長擴大會議那裡見面 馬蒂斯說這次見面是中國要求的 也反映到 儘管中美關係非常惡劣 在貿易問題上 中國的軍方也是相當理性 克制希望可以 透過雙方的溝通 會談可以明白對方的意圖 不會誤判 而會出現一些令人憂慮的情況 可能一分鐘會打起來 這個見面也得到馬蒂斯的保證 美國對中國的政策是沒有改變的 中國的政策就是 一個中國的政策 這個大家都知道 也是在中美建交的時候 中國是非常要求的 聯合公佈裏面 非常要求的一個政策 美國要公佈這個政策 就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地球上唯一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 那時候就跟中國建交 然後跟台灣團交 在這種情況下 表面上仍然說一個中國的政策 但實際上 我剛才說過 巡邏 在台灣合格的巡邏 其實已經 今年頻繁了很多 賣武器給台灣 常規化了 台灣旅行法給台灣的領導人 台灣總統蔡英文 可以在美國公開活動發表演講 也有國防授權法 賣多些武器 甚至協防台灣等等 你看到特朗普上台之後 跟台灣的關係 是越走越近的 甚至也有非常多的 消息傳出來 日後可能會有更多的動作 用台灣來抗衡中國 所以對台灣的保護 是越來越多招數出來 對中國來說 是一個非常防擾 騷擾的感覺 美艦去台灣合格 美國國防部官員強調 這不是自由航行 是經過 他說美艦穿行的 是沒有任何主權聲索的 國際水域 這是國際水域 例行經過而已 因為透明 因為這裡來中國較近 很多人問 所以他才回答 另一個說法 是相近的意義 美艦所行經的地方 是國際航道 那叫無害通過 是航行自由權 什麼叫無害通過呢 就是 不論沿海國或內陸國 所屬的船 不會損害這些國家的 和平良好秩序和安全前提下 享有自由通過 他國領海的權利 這件事也是長期以來國際實踐所形成的習慣法 的原則 但這是一個國際航道 不是他國領海 所以基本上是不存在 經過他國領海 或是有自由經過他國領海 無損害他國的 安全 良好秩序 或是和平的情況下 所以不存在 所以他是有權 去行 如果聽這個節目的朋友都知道 所謂有權無權 其實不是法律規則所界定的 我強調這是 講國際的原則 國際的關係 國際關係是講力 規則其實很弱雞 寫在這裡是用來違反的 要帶上來講什麼原則 現在美國為何要頻繁做這件事 當然 美國國防部發言人 在說他維持 他的權利資源 在說印太 印太地區 美國重返亞洲後 說印度太平洋地區 重新宣示 是他的勢力範圍 包括台灣 的一個做法 所以 頻繁地美國的艦艇 美國的戰艦 經過台灣海峽 其實 答案是很清楚 也是針對中國 以前的總統 基於三項聯合公佈 對於台灣的關係很緊小神尾 是要針放中國 就覺得你說 你違反和我簽的協議 你想怎樣 中國反應一定會很強烈 今天 特朗普其實 已經將中國反應預算下來 所以 這一場 以台灣 環繞台灣作為中心 美中的角力 其實已經展開了 我相信在下個月 11月的 美國的軍事演習 規模有多大 而台灣在這個問題上 在這個演習上 又會扮演一些 顯著的 或者隱蔽的角色 會不會呢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察 深藉口快兩週年 請大家繼續支持我的月定計劃 打開網址就看到了 又或者你用PayPal 繼續付款給我 用最新的轉數快 用這個號碼 任何銀行戶口都可以轉數 用PayMe匯豐銀行的 93315439 都可以轉數 又或者你用 八達通的好儀比同樣一個號碼 都可以 拍照都可以 你可以寫支票 畫線的 寫這個名字 寄到這個地址 我都收到 你要我的銀行或號碼都可以 Facebook PM我 請大家繼續支持 深藉口快 兩週年 我不想要 我都想要